大家好 歡迎來到意識住Ian 今天就和大家來到大元山 我們去逛水爐草的世界 今天非常好天 剛剛達成了下跪 這天的人最適合逛逛和玩杜木舟 上次的影片就去了玩杜木舟 然後就帶大家去逛街 我們現在沿著大澳 海邊走進去鳳凰徑 待會就會向鳳凰徑上水爐草的石間 會經三獨潭和萬丈瀑 我們剛才在東沖搭61號的大山巴士 我們進來大澳 都很快的 大約四五個小時就到了 今天全長大約八點五公里 大約四至五個小時 因為都會休息 吃下午飯 睡下午睡 輕鬆活著 因為這麼熱也不想這麼粗 好久了 畢然還會休息 還會休息 我們剛才在大澳碼頭那邊的海旁 走過橋 我們現在就進村 一路沿著 沿著沿著海邊 去二澳方向 然後就找到水爐草的入口 就走了大約五個小時 走到二澳碼頭 今天水都比較脹 浸了碼頭 我就不走出去 可以見到這支旗 今天天色非常之好 非常適合水上活動 我們來到水爐草的入口 現在就入間了 入間後 走到三分鐘 就已經見到第一個瀑布 還有第一個水潭 已經超大水 超美 今天來這裡 我們就不在第一個潭 休息 我們現在就上去第二個潭 沿著瀑布的右邊 有一條路上的 我們現在沿著瀑布的右邊 走上去 也不是很斜 輕微的手腳並用就可以了 很快就爬上去第二個潭 因為這裡的間距很短 很快就爬上來 我們現在就爬上去第三個潭 上面 才休息 因為那邊就比較闊 還有比較多平位可以放野 所以呢 這兩個潭都是這樣看而已 第三個潭才休息 我們準備就是走上去上面這層 那我們就休息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走上來第三層了 這裡有個池 正常看下去呢 就已經有個很漂亮的開洋海景了 那我們就會在這裡休息了 吃一下東西 睡一下覺 浸一下水 剛才就是沿著這個位置上來的 在下面 也有少少難度的 要攀爬的 也有些繩附座的 但是就自己拿好了 因為都有點殘殘的 小心點 走上來也可以的 就不會太難的 我們剛剛在第三層又玩完了 那我們現在就下第二層了 那我們就在這裡休息了 吃東西了 玩水了 還有這個位置是拍照最漂亮的 可以在這個位置拍出去 和海是連成一線的 這個位置是拍得最好看最漂亮的 不過可以說一下 這裡的水就一般不是很好 因為它的水有些黑色的小蟲 你柔軟呢 可能在身或腳都會發現一兩條 所以呢 上水之後要檢查清楚 要不然呢 黏在身上就不太好 那就是這個位置了 不過現在背光 如果呢 不背光的話呢 坐在這裡拍照 後面的海蓮 吃一下就很漂亮了 我們呢 就在第二層玩完了 現在都黃昏了 那我們就走了 那準備出回去碼頭 看看看不看到人樂那些 那我們現在下回到第一層吧 我們呢 就走回來最底那一層了 我們現在就出間了 就走了 好啦 今天就 最後沒有去到萬象復那邊的 我們只是玩了三別潭而已 因為在那裡玩 吃一下東西 休息一下都 已經黃昏了 已經玩到 那我們現在出去 大澳那個碼頭 看看呢 等一下會不會看到 日落呢 因為最近都 日落多漂亮 還有會燒 那些雲 看看今天看不見到 那我們就現在走出去 穿那個方向去 我們呢 就出回來 外面 那個勁那裡 就可以看到 剛才明明水漲得很厲害 現在日落的時候 水退了 整個灯出來了 好漂亮 剛才呢 離遠在那邊看 那邊看 都有一些鳥 但現在應該走掉了 我們可以在勁那裡 回望上去 後面 就是一個 剛才我們在那個 第二層的那裡 其實很近的 下十幾分鐘 就到 那我們現在走了 出發了 看看 可不可以合適時間 剛才消失的二號碼頭 出現了 走出來穿了 現在看到一個 好漂亮的日落 開始了 等一下呢 我們就去碼頭 等它 等到燒雲 今天水呢 拋得超厲害 起碼 退的高度有成一米 退出海外 起碼 有成一百米 剛才明明浸到上來 橋的位置 現在已經退出去了 超厲害 今天 我們呢 就出來大澳的巴士站 最後也是 日落 燒不起來 不能看 好漂亮的景 今天呢 這條片就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只去了三碟潭玩 這個就是比較輕鬆的路線 下次看看 再走一些比較難一點的 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記得Like和Subscribe 記得Share